民眾一個接一個 從副總統賴清德手上 接過一元小福袋 但想排第一 沒那麼容易 5點多 本身是帶上了粉絲 然後有在follow他的行程 然後會去拍照 12點出發 從宜蘭到這裡 然後熬到天亮 就是為了要排這個隊伍 然後沾點喜氣 還有人為了沾沾准總統的喜氣 開夜車從宜蘭直奔台中 賴清德初三 走春行程滿檔 一早在台中就橫跨山海縣 被視為2026 可能的市長參選人 立法委員何欣辰陪同 跟賴清德發送祝福 不止賴清德副手小美琴 春節期間走春 在台南獲得熱烈支持 民眾搶拍照 他還化身風紀鼓掌 大家都不要動 都不要動 不要動 主動站在西位 完成民眾何隱行願 走春之餘到派出所歇息一會 雖然身為貓派 但遇上狗狗也很融化 狗狗小心靠在小美琴身邊 乖乖給他又模又拍 過年期間少了正知味 可愛畫面不間斷 融化網友粉絲的心 選擇曹生長黃燕姐就是決定小組 太重了